总裁蔡英文一早也特地搭乘专机 前往清泉钢基地清零世岛 国军汉光演习操演情形 还邀请正在访台的史瓦地尼国王 一同观看操演过程 日前因为伞兵秦良风跳伞受伤 为了重整部队的信息 陆军特战指挥部指挥官张忠才少将 亲自率领200名特战官兵跳伞 顺利完成伞兵空降清泉钢的演习任务 也激励官兵伤险对保散联的信任 汉光演习震撼登场 总统蔡英文一早是搭乘专机 前往到清泉钢基地来清零世岛 并肯定国军反空降的作战能力 而这次是打破了一网 首度邀请到友邦元首史瓦地尼国王 一同观看汉光操演 国军战力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更是我们民主自由价值的后盾 各位国军弟兄姐妹们 要时时刻刻记得 国家安全的重任就在我们的肩膀上 只要国军在 台湾就一定在 国军加油 我一定全力来支持我们的国军 而这次在空降演练项目当中 担任主力部队陆军航特部特三营的官兵弟兄们 在操演过程当中 不仅是顺利完成了空降任务 更希望能帮助不幸发生跳伞意外的伞兵 请凉峰达成未完成的政务心卷 整线紧密的袍泽青衣衣 为了要表现出来跟凉峰一样的精神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训练方面 不断的在精进 所以在今天跳出的时候 军人顺利达成任务 在早上十点多的时候 我进去看他的时候握他的手 然后跟他讲说 清风你要加油 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把眼睛张开了 然后看着我扎了扎了 我觉得当时的感动是 身为一个军营人员就是非常气动的 而目前散兵齐凉峰的伤势稳定恢复当中 弟兄们也将持续的给予加油打气 希望他能够早日出院顺利归队 记者陈穆瀚台中采访到